-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势头 维持下去 好了 随着主裁判的医生哨响 比赛已经开始了 率先控球的是身着蓝色队服的圣海身心 在上半场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进攻 而身着红色球衣的败赛 一般 看一看这一次 差点被比洛把球截下来 但是比洛这边空了 顺势 唐欣带球突如打反击 尼克拉 还是交到中后场再组织一下 比利哈姆江 嘴里也是念念有词 领到一张黄卡 这边恰恰相反 贵州这边的外园可以说是年纪一个比一个大 尼克拉也是31岁 刚才说过的拜赛36岁 这边一般应该是最老的一名球员 37岁 先看这一次 一脚低射直接被门掉 打门的是24号王军 也是15年来到这城的球员 今年26岁 也不算年纪太大 没有打成 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 两边突然加快了节奏 打起了对攻 志诚这边踢得非常聪明 几个后卫之间 来回的传递 让上前逼抢了球员 无同下手 伊克拉 马索拉执行的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北京北控 风险上的黑风双煞 马轮西亚和莱克 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好 乐视体育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到2016赛季 还是没有能够形成攻门 这个马索拉确实挺冤的 怎么说呢 从规则上来讲啊 对方获得任意球的时候 一定确实是要离开事发场地的 让这个对方把球发出来 这样的阻挡 也只能说是吃个暗飞 说话间这边伊克拉又倒在地上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友好的 接纳了帮他一把的手 这也是他14年来到 升级15年的时候 就稳稳地坐上主力位置的原因之一 看看贵州这一次 今年27岁 从08年开始就在贵州制成效力 一直到12年之后呢 是球 也是目前上海身心这边 应该是头号射手 一般 确实防守动作啊 还是有比较多的附加成分 裁判面确实想要在自己的主场 至少能保住一分的话 还是要05到12年就一直在身心踢球了 也是效力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之后呢 到梅州客家 效力了一段时间 今年是回归到了上海这边 之前九轮呢 是出场八次 但全部是替补出场 先看一下这一次 宇克拉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明知道马佐拉在后面跟着 但还是没能把球护好 这边马佐拉 加速 直接打 又是打到了门将的怀中 今天这边呢 整个下半场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去搬同比分 有一两个比较刁增 或者说比较精彩的打门 也是被苏柏扬一一化解 所以我看见他 还要听说比较精彩的打回 现在只是我们的日子 还没给他 赌卷 说比较精彩的拥有 可能是我的生命 又是美国 这边啊 后卫在往火 裁判又要掏牌了 这张黄牌给了Keybub上场的6号顾斌 刚才顾斌是想过了一颗拉 但没有成功 在身体上实在是不占优势 扣一下再过 看这边直接要打反击 打左拉 外脚背的送球 挺大了 中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身心踢球了 但是一时不太如意 最后还担任了国卿助教 还短期救火执教复利 也是有着挺丰富的执教履历 今年把贵州洪志成带到联赛第四 而且看来很快就要将相拿下五连胜 这样的一个战绩呀 相信也是让他非常的满意 看这一次在禁区里冷静驱射 这边一颗拉 三比零 舞蹈 这一下呀来到客场的贵州球迷 见证了自己的球队 这样一场大胜 把这场比赛变成一场狂欢 来看一下慢动作 这球 来自伊利的助攻 扛着后卫啊 确实 从他的身形来看 就可以看出来太强壮了 扛着后卫完成了射门 张迅伟这边呢 还是没有做出特别有效的扑救 对 uri